前冠舟前总在刚才的阶段当中 已经谈到了牛年的选股四大方向 有两个方向是可以长期留意的 有两个方向可能区间震荡操作就好 那今天的选股 是不是也从这个方向当中来延伸呢 其实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大盘应该是会还是一个整理的局面 第一季来说的话是淡季 淡季会待到什么时候呢 待到大概就是在2月的一个上旬 这是用一个电子股资讯的一个角度去看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在这个位阶大盘震荡呢 那选什么股票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一个部分 那我跟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找这个3D的一个部分 什么叫3D概念股呢 这个就是说低的这个长期的股价位阶 那低的一个本益比跟低的一个产业位置 那重点是这些3D的部分到未来 可能到第二季到第三季来讲的话 会逐步是一个产业往上加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在现阶段可以去做一个选股的攻略 那在讲述说我们大概调了3档股票 第一档是面板 面板的一个群创 那首先以群创来讲的话 它在目前的一个产品报价是一个持续往上 到3月上旬 这个55寸是目前的一个主流尺寸来讲的话 面板的一个报价已经上开200美元 大家还记得吗 在去年的第四季 群创的一个季的获利大概是1块钱附近 那第一季的一个面板报价 一样是55寸 是在180块美元左右 那后面呢 到了2月到3月都是一路往上涨到200块美元的一个部分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淡季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可能群创跟友达 在第一季的一个财报预估在4月份去做公布来讲的话 应该不会逊于这个去年第四季的一个走势 那另外在今年的一个这个缺工缺料来看的话 包含像缺水 首先是PIG这个偏光板 驱动IC跟这个玻璃机板的部分 目前是处于一个缺货的情况 那台湾呢 还有这个所谓缺水的一个问题 换句话讲的话 目前在供给面也的确是上不出来 所以说在以群创的一个2月营收来看也是不错 虽然说呈现一个月减7.9%的一个情况 但是年增79%左右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2月是我们农历过年的一个期间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虽然面板酸5它是说它并没有去做一个 年节去做一个修这个暂停动工的一个动作 但是其实在整个这个交易日 就是说生产日来看的话还是稍微略逊一点 所以说这边来说的话 就面板的2月营收 我认为表现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况 那从供给面来看也是一样 我认为今年的一个面板的一个走势 其实跟过往会不太一样 因为前面讲到 目前只剩下4家为主要的厂商 包含像是大陆的京东方跟这个华星光 台湾就是友达跟群创 在整个大指寸面板的一个部分 所以认为在目前的一个结构之下来讲的话 就光这4家厂商 大概南夸全世界LCD大概7成以上事弹率 换句话讲的话 可能未来不太容易会有一个所谓杀价竞争的一个情况 所以面板来讲的话 包含群创包含像友达 我认为目前都是一个长线算是一个低位阶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在光学股就主要讲大力光 因为就手机来看的话 唯一这个比较不会受到所谓的 这个瓶盖或者是非瓶盖这样的影响 我认为是大力光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2月营收双降 但3月开始 这个林恩平董事长说 3月份就是一个 会是开始走出一个回升的一个机会 那特别在传统来讲的话 第二季到第二季末 应该就是属于非苹果阵营拉货 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出货的一个旺季 那到了第四季来讲的话 就是苹果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以大力光来看的话 假设今年全球的一个手机是一个往上增长 而且镜头数越用越多 现在是三颗对不对 未来会不会变更多颗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急速 这个现在全面往这个7P 或者就7个塑胶片 浓缩在一起的一个这个情况 或者是在5P广角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用量会不会是做一个持续往上增加 那我都认为说目前就大力光的一个股价来看的话 跟它的一个产业位置应该都有机会 走出一个底部往上的一个局面 同时看现行来看的话 包含像外资跟投信也是一个密集去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讲到这个运动题材 最近的一个运动题材股像风太 这个做鞋子的部分 包含像是做衣服的部分像如虹 已经快要接近500块了 像是巨洋都是一个同步往上 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族群之下来讲的话 应该有机会在7月日本的东京奥运正式举办之前的这个季度 有机会走出一个这个业绩跟股价温和往上成长的机会 尤其以风太来看的话 这个二月成品鞋销量900万双以上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数字 那搭配在股价来看的话 也是一个相对低位鞋 那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假设7月要去做东京奥运 那大概销货期间 应该是约略在5、6月的时间点 那么3、4月会不会是一个业绩很旺的一个时刻 我认为在目前来讲的话 包含像Nike的拉货跟旺季的到来 也是一个股价低档有机会的个股 好 钱总刚才在镜头当中选到的是我们的股王大力光 不过剑锋选到也把焦点放在这个光学这一块 对 没错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大力光刚刚钱总有讲到 他的确在底部来讲的话 有一个底部成型的味道 我觉得也是整体形态算是非常不错 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是另外一档 也是光学镜头来讲的话 是属于一个车载镜头跟物联网的一个镜头来讲的话 6209的金国光 那金国光来讲的话 其实他从事之前是一个 他是一个相机镜头嘛 但是相机镜头业务大家都知道 现在手机都可以照相 很少人再会去买那个相机 所以他这个业务来讲的话 其实是逐年的下滑 所以他把这个重心呢 是转移到了一个物联网镜头 一个IoT的一个镜头的上面 加上车用的镜头 尤其是他在IoT的物联网镜头来讲的话 其实他在今年的一个成长可能会占到他营收4成到5成 何谓IoT镜头就是例如像智慧音箱 智慧门铃啊 或者说一个远端的一个监视啊 那个镜头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镜头 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出货其实是逐步攀升 尤其是这个镜头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金国光在今年来讲的话 其实他有机会是顺利的去转亏为盈 甚至于说他的获利能够持续去做个增长 例如说二月来讲 可以看到他营收是1.9亿 年增的22.5% 那也可以看到外资在最近这20天 也是持续买超4800多张 虽然说他买超幅度没有很大 但是可以看到他是持续的在买 那你说他股价有跌很多嘛 说真的还没有 他以光学来讲的话 其实他股价没有像大力光跌 一路下滑从5700多腰斩到2700 但是金国光没有 他就横盘做个震荡的整理 所以我认为说法人现阶段才刚开始 布局去做个布局的阶段来讲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是可以好好的留意的 那第二档来讲的话就是3545敦泰 其实这两个我们在过年前就有跟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天域万一涨多了不敢买要去买谁 你可以去转向敦泰 为什么 很简单 其实他的TDDI的这个需求 这个触控IC来讲的话 一样供不应求 这个在之前就大概12月就跟大家做个分享了 在农一年后 这个就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 那他去年来讲的话 其实在整个触控IC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在去年已经涨价过一次了 但是在今年来讲的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晶圆代工这个订单这个产非常满 他会排挤到一些驱动IC的一个订单 那排挤了之后供给下滑 结果反而造成客户愿意用加价来跟他买这个产品 所以说他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涨 也可以看到这个礼拜敦泰的股价就是非常强 他这个礼拜五是创下了一个 算是一个新高 来到了123元 这个原则上来讲的话 就是他股价重新发动开始 那我们那时候在95块的时候 跟大家做个介绍 就是看到他后面天运涨多 我知道很多人也不敢买 那你去转向这个营收 也是非常漂亮的敦泰来讲的话 其实他后续股价的一个成长空间 我认为还是会有的 因为他只要他的产品再做一个调涨的话呢 带来给他的一个注意 就是他EPS注意来讲的话 就是会很有帮助的一个情况 这里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做个留意 那最后一档来讲话 是稍微冷门一点的 159块值得 其实我在去年也是跟大家介绍了 2049上瘾嘛 那个时候工具机的产业 刚开始回问的时候就跟大家做个介绍 结果后面呢 上瘾其实的确也是往上走 那现前段来讲的话 值得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 产业在回温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传动元件 他是开始做个调涨报价的动作 为什么会调涨报价 就是又是做不出来了嘛 工不应求 客户的需求太大了 所以他才会在这时候去调涨一个报价 那也可以看到他2月营收来到1.3亿呢 也是年征的44%左右 投信最近这三天也是开始陆续做一个买超 那我们看他K棒也是一样 他是在横盘震荡大概有一个月左右之后呢 开始慢慢的股价往上走 投信也在这时候去做个介入的动作 所以说在整个产业的一个景气 持续能够回温的情况之下呢 我是认为是值得的股价经过整理 再往上去做攻击 其实他往上的空间 跟或者说他往上的几率都会比较大 这边给投资朋友做个参考 刚才三位来宾特别谈到了 在这个跌升的电子股 到底现阶段是应该找买点还是找卖点 那美国的科技股当然也是如此 跌升了之后 现在女股神站出来喊买 真的吗 可以相信吗 我们下个节奏回来再来追踪 我们下期再见